花蕊海参 原料选用 熟猪蹄爪尖 水发海参 250克 鸡蛋皮丝 10克 熟笋尖片 25克 熟火腿片 15克 熟油菜心 金盐5克 味精 白糖10克 胡椒粉 葱姜汁 烧酒20克 湿淀粉10克 酱油5克 做这道菜 首先将水发海参 用泼刀 片成长方形 放入盘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熟蹄爪尖上 用火腿冬笋 摆成梅花形 将熟油菜心摆在缝隙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海参放在锅中 放清水 然后加入料酒 蹿一下 然后捞出 将水沥浸 取炒锅 放油 下入葱段 姜片 倒入海参 进行煸炒 煮炒锅 加高汤 下入配料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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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鹜鹜 薑油 白糖 味精 加入黄酒 加入黄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入黄酒 放入胡椒粉 用湿淀粉勾芡 淋入明油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装盘时将海参放在盘子的中间 然后将蛋皮丝放在梅花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外形美观 汤稠胶厚 海参软糯胃醇 皮爪胶浓耐嚼 这道菜就做好了